544呎 居然做到一間三房 位置就是煙離地城的進風 不過我進去看完 當作兩房用就很好洗 因為它一進門 旁邊那間房 其實應該做鞋櫃 如果你硬硬塞過書房或者睡房 那你鞋櫃放在哪裡呢 你可以擦櫃牆 用櫃去間場 這樣就可以保留這間房 不過我又覺得 當然是限制 有很多選擇 為何要委屈自己呢 所以我當作這間544呎 是兩房用 當然你一定要選擇三房 又不介意煮得細 這件可以的 電視業主的放款價是1388萬 但是一個如裝駕印價 2016年的樓 由行機發展 頭層比較高層一點 好處是來京尼地城站 相當近 大概是3分鐘步驟就到了 相當快 第二個好處是港島區的名後網 你要一些比較好的學校 這邊就是了 第三個好處是它高層看到海景 還有南北通透 海光都一流 一點就是單棟樓 在香港港島或九龍去九區 都是單棟樓比較多 不封鎖間隔的設計其實很有趣 因為它全部門都用了拖門 好處就是截散空間 其實它都截散得很厲害 浴室很英俊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不喜歡它拖門設計就鎖死它 或者將它的門插回 起床都可以 廚房就有電池露、煤氣爐 然後還有一個L影 很漂亮的 值不值買就兩看 如果這個價錢買1300萬的三房 天尼地城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這個可以的 但我當作兩房用 其實有很多選擇 你們又覺得呢 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努力師傅 我們下期見 Bye Bye